北约第75届峰会在美国华府揭幕 这可能是乌克兰此次峰会获得的最大礼物 北约心心念念如何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更进一步参与印太事务 日本 南韩 澳洲 纽西兰非成员国领袖 都受邀与会联手对抗中俄 日本跟北约还将设立专线 共享机密情报 中国及俄罗斯都扬言密切关注北约峰会 敏感时机 中国与白俄罗斯就在距离波兰边界 不到五公里的城市展开联合军演 与北约峰会较尽意味浓厚 然而自上个月底的灾难性辩论后 拜登身心状况 俨然成了北约峰会房间里的大象 借此机会拜登得团结国际 也要拼党内团结 拜登还特别颁发自由勋章 给北约秘书长 但就连美国媒体也酸 拜登本身年纪比北约还要老 在七十五周年峰会 他将承受证明自己健康 而且认知能力没问题的压力 全球高度紧盯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